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谢谢你 谢什么 分了百分之八十的钱给你 房子归你 你不亏 我谢你 是谢你终于同意离婚了 我不同意有用吗 做朋友吧 分开以后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迪勒昏还能做朋友吗 精神上的朋友还是肉体上的朋友 你也太虚伪了吧 骗鬼呢 你不能绅士点吗 我夹着尾巴绅士了好多年了 要点脸面吧 这是在大街上 我要什么脸啊 我婚都被强行离了 我要脸干吗呀 你管不着了 没资格管啊 朱总 白志勇这王八蛋怎么还没到 已经打了好多个电话了 现在他的电话就是接不通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都敢迟到 马上去找 找不到 你们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 辞职回家吧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我现在没时间 老板刚骂完人 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谈好吗 不好 我想现在就跟你谈 你怎么了 神神怪怪的 老公我现在忙死了 你别闹行吗 白经理 你别闹着 完了 要出事 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公司 跟每个GFK公司的签约仪式 我们老板 老板 您先了 我来 你他们又喝了吧 你还是弄砸了 我就弄死你了 不 喂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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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叫白志勇 毕司 项目部经理 我今年四十岁 按照人能活八十岁计算 已经一半了 你应该什么都想明白了 可是我发现 日子过得快啊 失去光阴是如此容易 不容易 放我的罪鬼给我弄下来 两年前 让开 两年前 我父母 同年离世 相隔三个月 相隔三个月 分别离我而去 我发现 失去亲人也是如此如此容易 还有前两天哥们离婚了 我发现失去一个家原来也这么容易 是吧 老板 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 你们是不是也发现 失去一切一切就这么容易 白经理 老板 那个 还是 我给你 去哪儿 去哪兒 我给你俩最邝了 哪 quietly 他这给你八十岁秀 晚上喝到早晨 对不住啊 老师 把发布会搞砸了 离了 又痛苦又撕裂的 何苦呢 你个弱智 怎么就不能改变自己呢 个屁 你就是个屁 早该把你给放了 快憋死我了 下午我们几个董事就开会 看该怎么处理你 有想法 别开会了 开会多累啊 我辞职 想好了 真想辞职啊 我可以当你是嘴硬 离了婚 辞了职 解开这两把枷锁 崭新的日子 这种诱惑我抵挡不住 你这把年纪 自由散漫 吊儿郎当的 再找工作有那么容易吗 你放心 要饭我都不会要在你门口 白经理 公司通知我 说配给你的东西要收回 那不都在哪儿呢吗 还有 电脑 抱歉啊 我也是执行老板的命令 别说了 我又不怪你 怎么了 这么愁眉苦脸的 不会是因为我辞职 你很痛苦吧 你有这么舍不得我吗 怎么了 啊 出什么事了 我自己的事 家里 跟老公闹辩认了 闹辩认着就对了 不闹辩认怎么可能是两口子呢 我辩认的都离了 要么忍着 闯过去 要不想忍啊 不想辩认 就向我致敬 也离了吧 不是 公司配的都要还吗 不是 公司配的都要还吗 这也是 给 还有这个 都还给老朱那王八蛋 还有裤子 皮带 还没有 老朱 还要在孩子 给我 你 我 老太 老太 老大 好 虽然是我提出的离婚 可也是你心里盼着的 你终于解脱了 终于可以没有人管你了 脚放下来 你可以撒着花儿地唱着歌 欢天喜地地 过着你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整天冷着一张脸 把一个热烘烘暖洋洋的家 整得跟宾馆一样 你就差穿一身制服 假装前台小姐跟我收房费呢 你这么无耻无赖的人 压根儿就不应该结婚 看来我早该跟你离婚 是你非要离婚 怎么成了我无耻无赖了 靳雅咱俩已经不是夫妻了 你能不能对我客气点 白志勇 你除了砸东西就是冲我嚷嚷 一把年纪了 小心心脏别爆了 冷静 数十秒再说话 好 大家好 我叫江小美 是咱们这个团的导游 接下来五天的南澳之旅 我们将撕混在一起 大家花钱出来旅游呢 都是有理由的 这理由大概分为两种 痛苦和喜悦 希望喜悦的朋友 通过这次旅游 可以延续这种心情 希望痛苦的朋友呢 通过这次旅游 可以消除痛苦 找到属于你们的喜悦 这样咱们这钱才不白花呀 您好 江小姐 打扰您了 头等舱有位客人 请问是不是你们团的 我们是有一个人在头等舱 她一会儿说位子上有头发 一会儿说毯子有味道 又说耳机没封好口 都喝了好多酒了 还闹着要酒 不给都不行 我去看看 您请 这位她已经喝了十杯了 我叫江小美 这个团的导游 你是谁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酒 拿酒 看什么看啊 都是俩大眼珠子 不怕掉地上让人踩破了呀 你不是说了吗 旅游消除痛苦 我是旅游加喝酒 效果更好更快 看来还没有喝十亿啊 脑子还在 还记着我说的话呢 别废话 拿酒 拿酒 再给我来个惊喜肉丝 多放点葱 顺便煮碗面 老得饿了 你不能再喝了 前几天的新闻你没看呀 有个人喝多了 非要拉开那个安全侧门往下跳 结果就被人给绑起来了 真的 真狗能编的 那你让他们给我准备个降落伞不就完了 还行 还挺幽默啊 给我酒 我更幽默 优惠都行 没皮门子 有酒就行 没酒 投诉去啊 真够横的 你哪儿像一导游啊 你像土匪的压债夫人 像车匪路霸都行 只要你不喝酒 丢人 装什么呀 扭来扭去的 装什么公主 消灭虎 你告的账吧 不账 不账 大家出门右手边白色大巴车啊 都拿好自己的行李 出门右手边白色大巴车 蓝先生 蓝先生 起来了 不用管我 服务员 赶紧上菜 一会儿我还得上课呢 我要不要连主食一起跟你上啊 可以 主食上面条还是上馒头啊 可以啊 赶紧起来吧啊 这是在国外呢 我求你了 别丢你了 你为什么要求我呀 不是应该我求你吗 我哪儿做得不好了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啊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老太太哭天抢电的动作 都出来了 真让我开眼 赶紧起来 起来 起来 我问你 你是不是疯了 你疯了连这个家都不要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就是 你喝得太投入了 连导游的手你都敢拉 累死了 把你当成她媳妇了 真有境界 什么破团的摊上几个醉鬼 真够倒霉的人 真够倒霉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没有枕头啊 这个宾馆什么情况 宾馆没什么情况 你现在睡的不是宾馆的床 是行李车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爱谁谁老家 车到站了叫我一下 咱们行李车只能到这儿了 行李得卸下来 赶紧上车吧 车就在那儿 把窗帘拉上 太刺痒了 行了 赶紧上车了 有力气搭把手啊 这 这人怎么都走了呀 你这得多找几个人了呀 这人喝醉了呀 身体体重比平常重一一一一一杯半 谢谢我没喝多吧 我要喝多了 你得想办法抬抬两个 这把你这风手玉壁折断了 我得多心疼 想当身世就别那么多话 赶紧抬呀 还不领情 你这属于工作失职啊 傻了吗 在飞机上光盯我了 没想到这哥们儿比我喝得还多 咱分析分析 你看这表情 这是痛苦了喝多的呀 还是喜悦喝多了 别分析了啊 胳膊都酸了 好好好 我今天大度这儿帮你们看 来 说好半个小时以后集合 现在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是那导游吗 你怎么比之前那个长得好看了 换人了 换什么人啊就是我 都喝成白痴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大家都等着你呢 谁让你们等我了 我没要求任何人等我 你们现在走不就完了吗 人不到期不能发车 你不知道啊 你这人可真够奇怪的啊 看上去也不像是 不靠谱的样子 长得人五人六的 四肢发达 脑子也不像不清楚 怎么就那么不负责任啊 负什么责任 对谁负责任 父母没了 不需要对长辈负责 八天前离婚了 没有家庭 老婆孩子需要负责 知道这种日子叫什么吗 一个人吃饱全家补 悠哉悠哉 霞光你不懂 这是一种境界 霞光 霞光 坐坐坐喝点 别人都出去玩了 你怎么没去啊 你不是也没去吗 昨天喝高了 头痛欲裂 腿脚发软 咱们团里的人 要么就是成双结队 要么就是一家人 你怎么就自己呀 按照导游的分类 你的脸上刻满了郁闷 应该属于痛苦的 但愿那个导游说得对 旅游改变心情 蓝天愚 大学老师 黄九恒 厨子 厨子好 一辈子不愁吃的 人生四大享受 吃喝玩乐吃 永远排在第一名 喝还排在第二名 也没见你喝开心哪 好 好 江大 我昨天在机场是不是 是 你喝大了 喝大了我知道 我是想说 我是不是 有拉手的行为啊 我这个人吧 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喝多了以后 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且 而且会拉你同志的手 但是拉没拉手 拉了谁的手 你都不记得了对吗 谁啊 拉谁了 你能告诉我吗 我好跟人家道个歉啊 是不是咱们穿那个那个 穿红衣服的那个女的 老板 老板 醒了了天吗 不要 不用 那个 不了 你紧张什么 我又不会去了你 聊聊天啊 你是 我用一些洗手间 千万别洗 只是聊天 真的 姑娘 姑 走 辣车上了 你最好输入里面的钱 少没少 丢了可别怪我啊 随便 什么随便啊 你应该说谢谢 不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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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谢谁啊你个傻子 那怎么骂人骂人呢 上顿的酒还没醒呢 这又喝下一顿 中午喝完晚上喝 天天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 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酗酒的人呢 要么是折磨自己 要么就是逃避现实 现实 是不需要逃避的 因为你根本就逃避不了 你是痛苦累 对吧 我什么累都不是 我是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累 干吗不喝啊 兄弟 大好时光 不能辜负啊 醉得都没个人样呢 千万别把自己当人 放下架子 放下虚荣 只有这样才能活得舒服 轻松自在 没人样就没人样呗 连人都不想当了 从猴子变成人 需要一万年 但是把人变成猴子 只需要一瓶酒 又骂人 咱 咱会儿 我包着呢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听见没有 掏钱 喂 我要是不掏 你还要抢吗 你这买的东西不付钱 你这叫耍赖 我买东西 你得允许我挑挑拣拣吧 我没看上我放回去了 不行吗 反正放开 多少钱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我就是想和他聊聊天 讨论讨论心理问题 就十几分钟 而且有一半的时间 他都在卫生间里 要我两百澳币 这比心理师的资讯费都贵啊 给他们二十澳币 让他们滚蛋 不给 给十块钱我都心疼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找偿费是吗 你费一个我看看 让我看看眼 是吧 上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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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别打 别打我 别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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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打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我是想报复我老婆 你猜对了 儿子七岁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这都是 十天前的历史了 同病相连 跟上那辆车 别让他发现 我说你去哪 哪了 真的 还有 你去哪儿 真的 我走 我还要突然 去哪儿 现在 那 raw 跟上那一车 我去哪儿 华谦顾的私家侦探 都有车啊 不打敌 还有啊 你脸上的表情 一张冤脸 跟蓝老师谈了吗 蓝老师谈了 他不同意离婚 追问为什么 但是我没说你的事 怕伤害他 不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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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鸡摸狗时的心虚 补充介绍 我是她丈夫 你是她什么人啊 朋友 为她 要离婚 一分钟之前你报的是谁 你别激动 我可以解释 我问你一分钟之前 报的是谁 知道她是别人的老婆 你还要报 这是什么行为 有什么话 咱们回家再说行吗 不行 告诉我 这是什么行为 是爱 你相信吗 我更相信无耻 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 我最痛恨的就是对不起 这三个字 对不起 说明我被什么人占了便宜 说明我被人欺骗了 甚至是被自己最亲近的人 捅了一刀 我跟踪你 是下贱 可下贱总比吴齿强 你这形象 你这形象这气质 你老婆出轨 应该是你的问题吧 我老婆出轨的理由 是她嫌我们的日子 过得太平淡 太憋屈了 她快憋死了 她不甘心 她说我们的日子 缺氧气 需要输氧 蓝老师 她知道这事的反应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压抑不住的愤怒和沮丧 但又不想伤害我 她也不容易啊 我们俩的感情是干净的 没有阴谋 没有突破伦理底线 这一点她相信吗 可我们的事 毕竟让她抓了线性 这对一个有尊严的男人来说 是最大的冒犯 起码我温馨无愧 可我心中有愧 蓝老师 按理说这个阶段 你应该是痛苦万分 或者是暴跳如雷 又或者是萎靡不振 你是天生地善解仁义 还是仅仅给自己找一个说法 让自己心里好漠心 婚姻啊 是两个没有血缘的人 深度地练剂 他们的纽带不是爱情 是宽容 夏光 大叔 听到没有 蓝老师这话说得很文确 在她痛苦的感受里 无法自拔 只能换位思考 站在她老婆的立场里 去想这件事 这样她才能对她老婆 多一点理解和宽容 我只能把插在心窝子里的 这把刀拔出来 扔掉 尽快疗伤 只考虑现在 今天此时此刻的 没错 别人说什么 别人想什么 别人怎么指手画脚指指点点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要强行超越 对 白志勇的话 普世洞听 看来白先生的指指点点 真说到你心里去 能能能能能能能 我说的话不是指指点点 是指点 先人指路 解决问题不能靠别人去施视 也不能靠别人去可怜 否则更不舒服 没错 就是要靠我们自己 靠自己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 来 来 为独立自主干一杯 为了重生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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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迅速地找到一个 不同于以往的活法 变个样 你们说这样 我是不是会心里平衡一些 让心里的郁闷 消失得早一些 可以 但是光说不练假把势 除了倾诉 还得找到一些具体的行动 双管齐下才能立竿见影吧 什么意思 你不会也想找一个女朋友吧 也出轨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用某种行为 某种具体的行动 把这个糟心事 从我的脑子里 强行驱逐出去 没错 尽快地让这件事情 成为一个历史事件 翻过去 过去得越快越好 让这件事离得我越远越好 越淡越好 黄九恒刚才说得对 来场风 大风 风吹云淡 别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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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了多长时间了 别的颜色的 半年 他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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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办 你不认为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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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他们两个屏歌 你看就从里面 你不要再做了 你不懂 别讲了 你当然得承认 因为你被我抓了个现行 我现在就想知道 为什么 天愚 我已经三十八岁了 不再年轻了 我恐惧 我不想就这样 过完后半辈子 我不希望让你陪我去看个电影 还要忍受你的嘟嘟囔囔 我不想让你陪我逛个商场 还得忍受你的冷言冷语 特别特别没劲 我害怕就这样 就让这种日子一直过到我必经 过到我头发都白了 等到我抱孙子 我怎么听上去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你在声讨我啊 我只是诚恳地告诉你 到底是为什么 你每天一回到家 不是在你的书房 就是在卫生间 明明两个人的家 可我感觉永远都是我一个人 我害怕就这么过完下半辈子 我想有滋有味 有血有肉地活着 我还想开开心心地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明白吗 我明白 请给我一大时间 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 给你时间 我想给你两巴掌 对不起 我告诉过你 我告诉过你 不要说对不起 让你这种人做了这种事 说了对不起我就得原谅你了 我就得背负起 宽容你的责任了 我冤不冤呀 我无辜不无辜啊 这天有点阴呀 那是黄九恒吗 那是黄九恒吗 是的 应该在那儿郁闷的 看来咱俩怀疑得对啊 这小子心里肯定也有什么窝心的事 不太对啊 这架势 是不小活的架势 是不太对 要出事 那是一堵 那眼督 事顶努炊 快 快 快 robot term 他们 是 Malays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